各位朋友好啊 好几个粉丝给我发私信 说好 您得给我们讲讲 中国华兵姑娘啊 耍了韩国队 那个兔子战术的这个事 我一看啊 这是怎么回事 我饿补了一下 我觉得这个事挺有意思的啊 今天呢 就给大家讲一讲 而且这个事呢 也上了中国的热搜了 是怎么回事呢 是2024年啊 在韩国的江源道啊 举办了一个东清奥会 中国队呢 在短道速滑的项目上呢 表现超棒 已经拿下了三金三银的好成绩 这个兔子战术呢 是发生在1500米 女子短道速滑决赛上 这个中国队呢 用了一个大家没想到的绝招 就把金银牌牢牢的 抓在手里边了 是吧 那个 那怎么回事呢 到底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当时的画面啊 我们看看当时的画面 大伙看明白了吗 哎这叫套圈战术 哎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这个比赛开始的时候呢 中国队参赛的呢 是17岁的黑龙家女孩 杨静卢 和16岁的山东姑娘 李金兹 韩国日本哈萨克斯坦 各一人 匈牙利同样也是两人 进入了决赛 由于1500米的比赛呢 需要划13圈半 国际惯例呢 刚开始大家都默契的划的非常慢 然而中国队的杨静卢呢 此时呢 就开始了他的表演啊 这姑娘一开始就是戏精 那就开始表演了 他杨静卢呢 几个大步之后呢 很快就从队尾冲到了对手 而且呢 一个人加速滑行 专业的选手 知道这是经典的兔子战术 也就是套圈战术 要使出这种技术 首先你对体力的要求 是特别高啊 一开始就冲刺 而且对自己的实力呢 也要非常的自信 其次呢 还需要要有人数优势 按理说呢 同样的双人出战的匈牙利选手呢 此时应该派出一名选手 迅速的跟着杨静卢 可是他们呢 并没有这样做 最诡异的是呢 全场的观众选手教练访过 什么事都没发生 就这样看着杨静卢 多划了一圈 套到了队尾 可能杨静卢 自己当时都有点懵逼了 我这样跟着划 不是稳拿第一了吗 他们为啥没反应呢 他也不理解 但是呢 他又跟着大部队慢慢的划 不知道是不是划了太久啊 所有的人都忘记了自己呢 被套圈了这个事实 就在比赛接近尾声的时候呢 另一位中国选手李金兹 开启了冲刺 看到中国队有人加速以后呢 所有的人跟着加速 他以为这就是最后一圈了 实际上对他们来说 这是倒数第二圈 就这样 他们稍微一冲刺 就超过了中国的选手 可能他们也奇怪 不是说中国选手很强吗 今天怎么这么轻松呢 就拿到了前面了 而两位中国选手一点都不及 就这样眼看着他们争第一嘛 就在冲刺的瞬间 除了李金兹之外的三个人 都做出了冲线的姿势 最好笑的是第三名韩国队的选手 冲刺的时候还摔倒了 其实他们并不知道 倒数第二圈的铃声 是给杨静如的 就这样 杨静如一个人在队尾 慢悠悠的冲过线 拿了第一 这个画面 简直就是王之蔑视 反应过来的教练席 恨不得自己都跳下去下场了 你看这帮人急的 纷纷招呼停下来的选手 赶紧再划一圈 再划一圈 而全场除了第一名的杨静如 只有李金兹心知肚明 知道了什么 毫无悬念的李金兹 顺利的拿下了第二 是吧 就是这么一个 这个经典的场面 那个网友立刻就炸锅了 这个事立刻 就成了互联网的这个热点了 说几个国外的运动员 被我们的战术都整蒙了 提前冲刺 把我给笑晕了 这位朋友说 首先有能力套圈 实力已经是不俗了 你别以为这个容易 对吧 套圈实力就不俗 这位朋友说 这个回头啊 给这些外国选手 艺人送他们一本 孙子兵法 学习学习 脑袋不够用啊 这帮人明显是脑袋不够用啊 说玩战术 中国人是祖宗啊 特罗伊木马也就能忽悠忽悠 忽弄忽弄欧洲人 遇到三国的曹老板 指定给你烧了 这个曹老板啊 应该是火烧赤壁 应该是诸葛亮嘛 遇到那个刘老板啊 这曹操是受害者 曹操是受害者 好吧 这位说 论谋略 我们才是祖宗 这位就更逗了 这位啊 这位说 我上学期八百米体侧跑的时候 用的是乌龟战术 没有人记得 我少跑了一圈 这有兔子战术啊 这位网友是乌龟战术 好家伙 八百米啊 他说的这玩意儿 八百米应该是四百米一圈吧 我们那上学的时候 那个操场是四百米一圈 对吧 八百米的跑两圈啊 他这跑一圈 没人记得他 我觉得这有点夸张啊 这应该是配合搞笑 我记得我们的体育老师可凶了 没这么傻 没这么傻啊 不过呢 至于这个 关于这个 长跑这个事啊 就说在学校里跑步这个事 其实这事挺危险的 你知道吗 因为现在啊 你看到了不少例子 就说那个娇生惯养 那现在的这孩子啊 在学校里边搞体测的时候 什么跑八百米 跑一千五百米啊 好多孩子都跑出事来了 他平时的不运动 跑八百米一千五百米能够诱发 你比如说他先天性的 如果这人有这个先天性的气质性的病变的话 心脏狭窄或者半膜不全 你知道晚上是在新闻上看过看过好多这种例子了啊 他因为他没发现 他不知道这孩子有这病 是吧 所以说这个玩意强制性的这种长长距离的跑步体测 我并不赞成啊 各位 好 那说句题外话啊 咱们就再说回中国姑娘那个兔子战术 这个兔子战术一出啊 各位兔子战术一出 我觉得啊 那些这个一块比赛的那些人 那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心情 反正是我估计心里边得把中国队的 祖宗八辈都得问候一遍 你能想象一下第一名就跟在后面静静的看 他们争名次是多恐怖吗 啊 是不是 我都不敢想他们骂的有多脏 啊 是吧 骂的脏也没用 但是这个事就忽悠不了了 你知道吗 以后呢 所有的这些滑冰运动员跟中国队在比赛的时候 一定第一时间就说注意 啊 这个中国队的这帮 这个 这帮坏姑娘的兔子战术啊 所以以后再用这一招恐怕就难了 是吧 点个订阅 咱们下集再聊 好